好,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这个卡诺定理 那我们之前呢就介绍了两种不同的方法 来判别这个可逆过程与不可逆过程 一个呢就是有那个对决第二种的两种标准表述 现在的标准表述呢就是开尔文表述和这个这个这个 和赫尔修斯表述 另一种呢就是用四种的不可逆因素来判别 一个是耗散不可逆因素 一个是力学不可逆因素 一个是热血不可逆因素 还有呢是化学不可逆因素 来这个进行判别 那这个这个前者呢是很严密的 但是呢是在实际生活中呢是难以使用的 那后者呢是相对比较简便 但是呢它并不够严密 那这种马克思所说 一个学科就要成功的运用了数学的时候呢 才可以说它是真正的发展了 那这个热血呢也是一样 那么我们现在呢想要用这个数学的方法 来比较严格的把这个政治局第二定律呢给表述出来 严格的去判断这个 严格的去表述这个可逆性和不可逆性的本质 我们就要引入商的概念 引入商的概念呢我们要分三步走 第一步呢是建立卡罗定理 第二步呢是建立克劳修不等式及不等式 第三步呢是引入商以及商增加原理 那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卡罗定理 卡罗定理呢 我们可以这么叙述 它有两条 第一条呢是在相同的高温热源和相同的低温热源之间工作的一切可逆热机 效率都相等而且与工作物质无关 第二种呢是在相同高温热源与相同低温热源间工作的一切热机当中 不可逆热机的效率都不可能大于可逆热机的效率 它这个不可能大于就是大于等于的意思 这是小于等于的这么一个意思 如果可逆呢就是相等不可能的就是小于 那么我们可以注意一下 这边的热源呢都是指温度均匀的恒温热源 如果一个可逆热机仅从某一温度的热源吸热 就像另一个温度这边放热从而出来做工 那显然就是这个这个过程呢就是卡地热气的过程了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吸热的过程 放热的过程就是卡地的那两个这个这个这个过程 并且呢除了西方的之外 另外两个都是绝热的 就是绝热过程 那这个时候呢是可逆的 看这就是这个卡诺热机 当时卡诺呢它是是在这个热制学说的这个技术上呢 推倒最卡诺定理的 这个是 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这个抛弃这个角度之后 进行进行给出的这个卡诺定的表述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卡诺定理呢 它是以这种不可能的这种形式才表述的 对吧它这个那一切热气的这个效率不可能大于可逆热气的效率 它的这个表述的合线是不可能 这个不可能呢在物理学的很多领域呢都有所应用 这个不可能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这个定理的表述方式 理由呢任何机器的效率不可能大于一 这个是这个第一定理的这个这个这个表述 好像这个绝对领域不可能做到 这是这个第三定理的表述 那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这个卡诺定理呢也可以认为是热气学第二定理的某种表述 它像之前那个克尔修斯表述和凯文表述的都是 但是不能不能自发的怎么样 因为这个不能呢有的时候热气学的几个定理都是以不能为这个基础来表述的 这个不能呢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表示方法 那么这个应用这个卡诺定理呢我们可以来定义这个热气学温标 因为我们说这个所有的可逆热气呢 有这个相同的效率 有相同的效率 那么我们这个效率呢就可以跟温度呢连接车关系 因为那么对于卡诺热气来说呢 这个一个 parameter上面有这个施车关系就是 这就是可以作为温度的一个定义 可以说的定义温度 通过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定义出一个热力学温标 那这个热力学温标是一个觉得标准 那这个标准呢 是很难使 因为我们没办法完全的 完全的实际上搞出一个 这个完全可可利的这种 完全理想过的卡额热机 所以呢我们就只能 就是这个觉得标准呢 没有什么太过于实践性的意义 所以呢我们要去做的话呢 我可以用这个 因为我们之前都是用理想系统温标来表示温度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理想系统温标和这个 这个绝对温标之间呢 有非常好的关系 因为这个溢标呢 是等于1-Q2-Q1 根据这些决设过程的那些关系式啊 我们可以推导出 因为它也是等于1-T2-T1的 所以说呢 这个绿绝温标和这个 这个理想系统温标是里面的比较好的 其实有一种 这种证理关系 比例关系 这就是可以可以进行实际的一个测量 我可以进行实际上